兄长 请 请 哥哥英灵在上 小弟为梁山大义请来了卢园外 园外上山 撞我梁山声望 日后必大兴大胜 万古流芳 兄长请起 兄长作严 卢某实不敢领受啊 今日 当着众兄弟的面 总将只有一事相求 请园外不要推辞 兄长客气 只要是卢某做得到的 一定万死不辞 恳请园外做梁山寨主 哥哥怎么要让他做寨主 这卢园外是什么人 哥哥如此看重 卢某 愿随兄长上梁山 与众陶领一同替天行道 可 可这寨主之位吗 梁山全伙兄弟在此 圆外切勿推辞 宋江以为 这第一把交椅 非圆外莫属 这 哥哥真不执行 前日肯做 今日由让别人 这把鸟礁已是金的做的 你们只管让来让去 惹脑喽 我把他砸喽 这位子朝大和流下 能使得让 对 听听 求得胡言 来 如若兄长再苦苦想让 恐怕卢某在梁山安身不牢 哥哥 朝天王倾口说过 谁捉住了朝人史文公 谁便是山寨之主 哥哥也答应 发丧百日后 为朝天王报仇 可如今朝天王英灵未散 世间还在 哥哥到再三让起坐原来 让兄弟们寒心 是 早知不为哥哥报仇 是在这里推来推去 还不如我等 都散了算了 对 就散了算了 留哥哥说对 散了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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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不看 时机已到 你干什么你 这是干什么呀 来 散了散了散了 散了散了 这是砸了算了 你干什么 谁也没做 你不知道 我必亚哥报仇 我心里憋着火呢 求胡瓜 朝天王英灵在上 众所周知 哥哥临死折剑为事 谁捉住史文宫 谁便做山寨之主 哥哥一愿宋江不敢违逆 今日事件在此 我与园外各驰一半 兵分两路攻打增头士 捉住史文宫者即为山寨之主 此事不要再做争执 我与园外各驰一半 我与园外各驰一半 你们都住在金链殿里倒也罢了 一个破水寨子里的寨主 也值得这样推来让去的 让人毫不心烦 惹得极了 我独个下山 去拿了史文宫的人头来 免得你们推来让去的 主人 天色已晚 请主人洗脚歇息吧 主人已经归了梁山 宋大王又如此厚待主人 李叔频频久言不断 以前的事就不要想了 万万没有想到 卢家几代的声望 都会在我一个人身上 主人 宋大王不是说专等朝廷招安吗 主人若拿了这个史文宫 便做了梁山第一把交椅 主人的声望必为天下人所知 一旦招安 主人便是朝廷命官 不也是结大欢喜吗 圆外安好啊 宋大哥 兄长 兄长 总将特来向圆外请罪 兄长何罪之有啊 是我将圆外逼上梁山 啊 共鸣哥哥 何出此言啊 来 请坐 是鲁某自愿上山 与兄弟们共聚大义啊 是我宋江 是我宋江 毁了圆外的仪式清白 兄长 兄长 你猜透了卢某的心思 都是猜 我宋江何尝不是如此 梁山众兄弟 哪个不是被逼上梁山 所以梁山只杀贪官恶霸 不饶百姓黎民 全权忠义之心 只是报国无门罢了 有了圆外的名望 日后一定会使梁山名声大振 我想终有一日朝廷会降职招安 到那时 众兄弟们施展才华 报效国家 圆外清白也可失而复得 兄长所言 知情知理啊 鲁某绝无半点怨言 如今 你我各伴之事件 还望鲁园外 僧头市一战 大显身手 嗯